混蛋 你居然敢伤害小月 几天你休想离开这个地方 我和你 我和你拼啦 小月 把小月还给我 年轻人 刀刀快要断了 冷静点 要我怎么冷静 我就在他面前 小树生为什么不打我 非要去欺负小月 死仇不报非君子 刀断了 看你怎么办 断了又如何 至少就把你老汤迷宫里面 掉楼的夜叉还能用 老大 这人给脸不要脸怎么办 还要抓办 太重了 我和你拼啦 小月 我来陪你了 唉 别叹气了 别叹气了 叹气会让人老得更快 你 你没事吧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哎呀 没什么的 你刚才不也是被蛮血秒杀的 果然 还是我们小瞧了九头蛇的杀伤力 不过这次回来也是有好处的 什么意思啊 嘿嘿 我可以合成羊刀算正了 据说这把刀的排名还是挺靠前的 什么 你可以做村正了 这还得多亏了九头蛇 送我们快速回家 还不好吗 要不是他 我还没发现这么快就能制作村正了 要了村正以后 哼 九头蛇就完蛋了 对 他完蛋了 话说 我这把四肢 刚才在战斗的时候没注意控制情绪 被我用断了怎么办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断 断了 呃 一组原石就能修复拔刀剑了吧 那我们还有个鬼的经验修复啊 行行 吸取经验是这把刀自己的事情你又控制不了 哦 也是哦 不过四肢能原封不动的回来 我还是挺开心的 能抢就回来就好 哦对了 你的村正怎么样了 嗯 还要等一会儿 还差几个药魂宝珠 好 那我等你 哇塞 这也太帅了吧 这 这就是村正吗 这刀鞘也太帅了吧 哎 我这把四肢刀鞘上连花纹都没有 哈哈 便宜拉五张好货 老娘这把村正才是名副其实的拔刀剑 让我玩玩 让我玩玩 拿去吧 让你长长见识 千鹤村正 哎呀 太帅了吧 怎么只有一个亡灵杀手啊 这父母效果会不会差了点 父母好说呀 家里能伤那么多大技能的碎片 哦 这倒是 攻击六点 六点 三十六点 嘿嘿 村正吗 最高攻击三十六点 你逗我呢 好了没啊 看完以后赶紧还给我了 一万四的 你糟蹋了我多少药魂宝珠啊 我乐意 再看看我这把呢 八点 八点 二十二点 最高攻击只有二十二点 太菜了吧 所以 这把刀更适合新手 基础攻击要比我的村正高 哦 我懂了 你的村正只有敌人越强的时候 你的攻击力才会越高 没错 年纪段数没有起来的时候 甚至还不如你这把武器呢 哎 小心了 周围又有精英怪兽过来了 哼 正好让他们见识一下 我村正的厉害